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建交之后 中方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 四十多年来 驻休斯敦总领馆坚持致力于促进中美各界的相互了解和各领域合作 为此做了大量的友好工作 美方称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 这完全是恶意的污蔑 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这是在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